而在南区的玉里镇的部分 菜市场还是民众很重要的消费地点 因此玉里镇清洁队也考量到市场的作息时间 每个星期四晚上七点要在传统市场 玉水镇零食摊贩摆放区的周边 还有内部要做深入的消毒作业 守护玉里乡亲的健康安全 本土个案确诊人数每天不断攀升 菜市场肩负民生消费重要使命 玉里镇清洁队在考虑市场作息时间 每周四晚上七点在玉里传统市场 玉水镇零食摊贩摆放区周遭以及内部 做详细深入的消毒作业 以守护玉里镇名的健康安全 这个礼拜开始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七点 都有排定固定的时间 做我们市场周边 包含我们玉水镇零食摊满区的一个消毒工作 内侧跟外侧所有的那个市场周遭的 都会以高压的水高压的那个喷雾机 还有低压的喷雾机来进行消毒 消毒剂是以6%的漂白水稀释为主 消毒重点是各厂区的公共区域 像是摊位的台面 握杆接触式的雪龙头 门把扶手走到等处 我们所使用的那个消毒水是用我们的漂白水 是6%的漂白水稀释成0.1% 那所以说如果喷到你们的那个店铺上面 其实在隔天的话用清水清洗 或者是抹布擦拭即可 透过每周定期消毒减少病毒残留的机会 降低民众在市场接触病毒的风险 让摊商放心做生意 民众买得安心 记者高雄双遇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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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